没有食物的虚拟艺术品让拍卖师大跌眼镜 一件虚拟艺术品今年3月11号在著名的加士德拍卖会上拍卖 其拍价才100美元 却以69346250美元价格出售 相当于4.5亿人民币 这样加士德的拍卖师大跌眼镜 他们万万没想到虚拟艺术品可以拍出这样的天价 加士德的拍卖师给的期拍价很低 只有100美元 但是在这一次拍卖的前10分钟 就有超过100个出价 从100美元飙升到100万美元以上 有来自7个国家的竞标者 加士德当单艺术专家 North Davis说 最令他感到惊讶的是 拍卖的拍卖行只知道参加竞标者中的三个买家 其他所有买家 加士德都不认识 因为其他买家都是新买家 在加士德拍卖会上拍卖的这一件虚拟数字艺术品 名为Everydays The first five thousand days 中文翻译为每天前五千天 是作者自2007年以来 每天都在网上发布的所有图片的拼贴画 作者名为Beeple 真名为迈克·温克尔曼 生于1981年 他是才成名不久的虚拟艺术家 有人认为Beeple是一个骗子 他的虚拟作品配卖也是骗局 什么是虚拟艺术品呢 虚拟艺术品就是新生的领域 所谓虚拟就是没有实物 只是数码设备创建或加工处理过的艺术作品 包括但不限于图像影像文字音频 或以其他形式存在的数位艺术作品 一般来说 广义上的艺术数字艺术 包括交互媒体设计 数字影像技艺术 虚拟现实设计 新媒体艺术等 狭义上的虚拟艺术 单指用计算机处理 或制作出和艺术有关的设计 影音 动画 或其他艺术作品 这类艺术作品也称之为CG 拥有大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 西尔万利维谈到Beeple和最新拍卖价格时说到 艺术品不再与实际物品有关系 艺术只是关于赚钱 他说我为艺术感到难过 各位观众 你们有什么感受呢 你们认为Beeple的这件虚拟艺术品 真的可以值6900万美元吗 他真的有收藏意义吗 会升值吗 请给我留言说说您的看法 谢谢